熟悉陆寒的粉丝都知道,陆寒是个星期五boy,每周五都要微博打卡,今儿一日,陆寒在微博晒出了几张自己的照片,并发文称,今天星期五,好久不见,哈哈。 照片中的陆寒又现身在上海外滩,众山东一路的油桶旁,蹲在油桶前的陆寒,笑得像个孩子。 这次陆寒与油桶的合影,不知道又会引来多少粉丝来与油桶合影,估计现在又有一大波迷妹在赶去合影的路上。 即使去年春天,陆寒在上海举办个人演唱会,而在演唱会的前一天,他在微博晒出了自己,云一只油桶的合影,本是无心之举,也许是一时兴起,可是却彻底地改变了这只油桶的命运。 这个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的油桶,很快成为陆寒粉丝们的新宠。 演唱会前后,都有人赶来与油桶合影,队伍最长大约有200到300米,甚至还有人排队排到了凌晨三四点。 当时陆寒演唱会结束后,许多女生赶来和油桶合影,甚至有人排到了十日凌晨三点,眼瞅着油桶都开始掉漆了,可是陆寒粉丝却觉得,离陆寒更近了一点。 走他走过的路,看他看过的风景,就觉得离他更近了一点。 其中一位粉丝说道,他感觉陆寒一切都很好,另一位粉丝则说,在摸到油桶的时候,他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兴奋。